HELLO,大家好,我是LINE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ACE的蓬蓬筆 還有ROBBIE JO的斜口凝膠筆 要來做出這一款就是暈染的底 然後有點漸層花瓣的彩繪 好的,那先來介紹一下,等一下用到的顏色 今天用到的色號是ROBBIE JO的205 007 138 142 跟我非常喜歡的227 還有一罐MAJALIC的底膠 跟一罐GRACE JO的透明膠 好,那我們直接進行到彩繪的部分 首先呢,底的部分我已經上好一層白色 因為等一下要在做暈染的時候 有白色打底的話呢,會比較不會有透明的狀況發生 好的 再來準備四個顏色 然後拿出我們的蓬蓬筆 它是有點硬的刷毛 然後正面看的話呢,是比較寬的,而且粗一點的 好 那首先呢,我會先從淺色的部分開始選取 這樣子的筆毛 才比較不會沾到顏色,然後髒掉 那再來呢,就是隨性的 把這個 顏色 給放上去 這邊其實可以注意一下說 你等一下花瓣的位置 那,假如說我現在設定說 等一下花瓣是這裡 跟這裡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會希望它 等一下在漸層的時候 這邊的顏色是會比較重的 所以這個花心的部分 我等一下會放比較重的顏色 漸層的時候呢,才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效果 好,那再來就繼續放顏色 好,放完之後呢 一樣,稍微輕個筆 再選取其他顏色 來做配置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拍膠 所以呢 你放在這裡 用的膠量不要太少 不然就是很容易就會被拍掉了 好,再來一樣輕筆 分取 綠色的部分 好,最後 要上紫色 有點帶灰的紫色 這個只是我自己非常喜歡 然後 覺得現在秋冬 很適合用到這個顏色 如果你比較喜歡就是 不要太 就是招搖的 路線的話呢 非常推薦這個 帶灰的紫色 我個人是 對於帶灰的顏色都非常喜歡 因為色彩不會太單調 可是又不會太 就是誇張 好 我覺得這裡可以再加一點 好 那大致上 顏色的位子 平均的差不多之後呢 會拿出透明膠 其實 如果你沒有這一罐的話 你就可以拿一般 罐裝的底膠 不要太稠的那種都可以 好,沾一點之後 然後 稍微的 順一下筆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 拍上我們 顏色之間的 界線 輕輕的拍就好 其實它很像我們之前就是拿那個八角海綿去拍暈染邊界的效果 可是我覺得它會比海綿就是泡泡的部分會再小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用海綿的話力道不夠就是會很容易有泡泡產生 那就要再花更多時間去把那個泡泡給用平 然後像現在我在做這個暈染的動作的話 如果要換顏色的話 我就是會再 輕比 這樣子原本上面的第一層 剛剛 前面步驟的顏色才比較不會 沾到 我要 拍上 第二個顏色的部分 只要輕輕的拍就好了 好 稍微 就是上下移動一下 然後讓兩個顏色可以均勻的混合 再來就是重複的動作 像如果你邊界的顏色是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一起拍打 就不用一直輕比 像這邊也是黃色跟綠色 你就直接 輕拍 這裡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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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做親筆的動作 接著呢 就可以拍 橘紅色跟綠色的部分 來拍 橘紅色跟綠色的部分 那 在拍的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膠有沒有拍的 太多 或導致有一些地方是有點空洞的 好 再輕一筆 好 再來就是拍子 色跟綠色的部分 再來就是拍子 好 初步的拍打之後呢 就會是這種效果 那你覺得不夠的話 就再做加強拍打的動作 好 那因為我都是輕輕拍 所以 可以看到那個 泡泡的部分呢 非常少 有的話 我們就再 輕輕的把它 點掉 好 那差不多之後呢 就可以先進行 第一次的印畫動作 第一次印畫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 再針對剛剛有 不足的地方 再做加強 那 稍稍講解一下 那個 那啤酒呢 它的特性就是 有一滴燈的話呢 基本上 第一層找到 十秒鐘就夠了 那第二層 再找二十秒 讓它印畫完全一點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直接 乾淨的筆 沾取顏色 那稍稍的 在你覺得 暈染不足的地方 輕輕的 再做加強的動作 好 這邊就不用全部都拍 那 只要拍你覺得 不夠的地方 再加強的地方就好了 了 這邊 有些人 有些人 大家可以摘 我們要來看 好的,那我覺得差不多了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第二次的硬化動作囉 那在上一個步驟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拿出底膠 先駁上一層 那待會等一下再做漸層花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做一個區隔 這樣顏色比較不會沾染到 而且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先將假面給平順 因為我們剛剛顏色疊比較多 難免會有一些不平的部分 好,上完一層底膠之後呢 就再一次硬化的動作 這邊在底膠硬化完之後呢 就可以拿出我們的227要來畫雙色花瓣的部分 然後使用的是Bubby Joe的斜口筆 然後是短的 首先呢我們先沾取一些透明膠 然後大概前面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部分 我們稍微的沾取一點白色 兩邊都有 然後先在我們的調色紙上面呢 稍微潤一下它的顏色 那它在筆刷的時候就會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不過的話我們就是重複這個動作 好,那接下來就要進行到彩繪的部分 這邊花朵我剛剛有講到 我會設定在右上方跟左下方的部分 那中心點 花心會在這邊跟這邊 首先我們就先畫上面這一朵 那先畫外圍的花瓣出來 好,筆髮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漸層的不夠呢 就是重複上 雖然是我可能沒有像那個 其他老師一樣那麼專業 那麼會使用斜口筆 但是就是自己練習的時候 覺得這個方法就是比較好上手 當然也是不容易的 不敢跟其他老師比啦 好,那如果現在呢 有點全部的筆刷都沾到 我們就重新再沾一點底膠 混了部分的白色 讓它有漸層的感覺 然後呢 起頭的部分 我習慣就是先這樣子 然後 拉出來 好,顏色沒有出來 那我們再一次 那這邊呢 就會有一種 縮進來的感覺 好 接著再畫下面這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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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讓它有一點縮進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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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剛剛第一層花瓣畫好之後 你覺得顏色還是 不夠明顯的話 我就是會再疊第二次 讓它 顏色的部分 可以再更飽和 然後 適時的 覺得不夠 飽和的話 就是再加一點 顏色 顏色 再加一點白色 讓它的 層次會更明顯 再來是下面的花朵 為什麼 就跟人家一樣 不要緊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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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添一下 那因為這個方法是比較我覺得比較適合不是很擅長畫的人 然後又想嘗試嘗試畫的話就是比較笨一點的方法 那如果可以跟其他大師一樣厲害的話 可能建議大家還是要去親自給老師上課啦 那我這邊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做法而已 好那我現在覺得這邊顏色好像沒有很美 一直沒有畫好 那我就偷夾薄給他拍散 好那就再進行硬化的動作囉 OK那這邊剛剛我們外圈的花瓣畫好之後 我們就要畫內圈的部分 內圈就是要比較小一點 那也不用那麼多瓣 就是只要一次一圈就夠了 對這樣一圈一個C的部分 看你要大還是小 那感覺可以再大一點我們就 重複地畫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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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再來 一樣先清筆 沾取一點透明膠,然後再 沾白色的部分 稍微將刷痕給暈開 再進行第二層的動作 這邊也要一點點 雖然說看不太到,但還是要有 好,那就 可以再進行硬化的動作 那為了不要佔影片太多時間 我裡面這一層的 第二層疊色的部分就已經先做好了 那我們直接呢,就選取 我們愛丁寶的M0彩繪筆 然後要來畫花的外框 那一樣 我們就隨著我們的花瓣呢 拉出一個細細的外框線 好,那這邊的部分一樣 就是這邊可以 越靠近滑的部分就是手越細 那越外面呢,你就可以拉越寬 好,那下擺的部分一樣 在畫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沾多一點 的顏料 的凝膠 然後 做點綴的動作 有點像那個 點蕾絲滑瓣的感覺 然後越靠外面這一點 我覺得大一點會比較好看 就是 正中間這一點大 然後越旁邊的 就小一點 讓整體看起來比較不會太單調 好 差不多之後呢 就可以再進行硬化的動作囉 好的,那 在上完 Top之後就可以完成這一次 暈染效果的 漸層花彩繪 那 因為今天介紹的方法 其實是比較 笨拙的方式 那在畫的時候會比較 比較 費時間一點 如果說你們對 這種 筆法有興趣的話 其實有很多專業老師有開課 相信他們會用更厲害的技巧來 教大家怎麼 好好的將 花朵繪製出來 那今天剛剛在示範的過程當中 中心是沒有顏色 那如果你覺得對中心就是覺得有點單調的話 可以像大拇指一樣 我剛剛已經有上了一點黃色的部分來做點綴 看你是喜歡怎麼樣的效果 那如果不想加的話就像另外這兩隻一樣是沒有花心的部分 那最後另外兩隻呢 則是用我們剛剛暈染的底的顏色拉出來 各拉兩個顏色出來再做類似的延伸 就可以完成這一次的彩繪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我的粉絲專頁來跟我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